你好,本期为你解读的是被劫持的私生活。 人类的私生活,也就是我们的性、爱情与婚姻, 经历了由无序到母权,再到以父权制为主导的发展历程。 人类的两性关系与身体的进化和文明的发展,息息相关。 孔子在《礼记》当中讲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烟。 意思是说,人有两个最大的基本欲望,一个是吃饭,另一个就是男欢女爱。 追求男女之情在今天被看作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不过回顾历史来看一看,人类对待私生活的态度其实一直在变,而且充满矛盾。 一方面,我们的道德和宗教始终压抑着人的欲望。 以前婚前要守真,现在换了一个说法,叫自爱。 可是另一方面,人们总是能找到满足自己欲望的方法。 罗马帝国的第三任皇帝卡里古拉在自己的皇宫里就开设了妓院, 强迫贵族的妻子女儿前来卖银,还在里面征收卖银税。 而如今,普通人也可以尽情地享受肉体的欢乐。 目前全球一共有79个国家和地区完全或者部分地把性交易合法化了, 更别提网络上层出不穷的相亲和约会软件了。 从浑身是毛的原始人时期走到今天, 我们的性、爱情与婚姻走过了很长一段的演化过程。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被劫持的私生活》, 作者综合了人类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知识, 结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为我们生动地介绍出, 从古至今,男女对待私生活态度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 以及父权制的出现、盛行和没落对我们爱情与婚姻的重大影响。 本书作者的身份和神秘, 笔名叫做《肉堂僧》,原名是徐志荣, 自称是一位退休的军医。 他在天涯论坛和微博上都小有名气。 除了这本书以外, 他还翻译过一本同事讲述两性关系的书籍, 叫做《亚当夏娃在福晓》。 你可能会怀疑了, 一个互联网时代的老网红, 没有专业身份做背书, 写出来的东西靠谱吗? 也许李银河教授能够为你解答这个疑惑, 他特意为本书作序, 并且赞扬了作者能够从新颖的角度来论述两性关系的历史。 李银河教授是我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 她在两性关系方面的研究地位是无可置疑的。 所以, 本书作者虽然不是专业人士, 但是提出的观点还是非常值得一听的。 想要搞清楚人类私生活的历史, 就一定要清楚父权制的历史。 父权制又可以称作是男权制, 是一种由男性占据统治地位, 两性间不平等的制度。 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 我们都处于父权制文明的控制下, 上到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小到一个家庭中的男人, 父亲们在始终塑造着我们对性、婚姻与爱情的看法。 因此, 为了方便你理解, 我将会以父权制作为标识, 以前父权制时期到父权制时期, 再到后父权制时期的时间脉络, 为你讲解如下三个重点内容。 第一, 前父权制时期, 我们主要来看一看原始社会男女关系中的潜规则, 以及性在女性身体进化中所起到的作用。 第二, 父权制时期, 这里会包括从母系社会, 过渡到父系社会的阶段。 我们讲父权制的演变历史, 以及随着社会进步而发生改变的婚姻制度。 第三, 到了后父权制时期, 父权思想逐步瓦解, 女性开始独立摆脱桎, 婚姻制度也开始发生质变。 好,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原始社会男女关系中的潜规则, 以及性给女性身体带来的进化影响。 在父权制产生之前, 人们生活在漫长的原始社会, 生存条件十分残酷, 原始人还没有所谓婚姻与爱情的观念, 男女结合都是为了满足欲望, 生育后代。 这个时候, 人类的私生活的重点只有一个字, 就是性。 我们都知道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 每一个生命的终极目的, 就是要把自己的DNA传递下去, 自己留下的子孙后代存活的越多, 就越成功。 所以, 进化赋予了男人这样一种偏好, 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基因广泛传播出去, 这一点呢, 会促使他们寻找更多的女人, 从而生育出更多的后代。 从这个角度来看, 说男人花心是一种生物本能, 是有一点进化论的依据的。 那要这么说, 女人按理来讲也应该十分花心啊。 可我们对比一下男人和女人的生殖潜能, 就会发现, 男人每天可以制造千百万甚至是几亿个精子, 可以进行很多次繁衍活动, 而因为卵子只要能和一个精子成功结合, 就能够繁衍后代。 这意味着, 它有潜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让多名女性怀上自己的后代。 可是女人, 每个月只能产出一枚卵子, 还不能保证能够成功怀孕。 怀孕之后, 拥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无法再次生育。 所以女人即使和再多的男人结合, 也无法保证后代的数量像男人那么多。 因此, 女人的遗传利益主要体现在孩子的质量, 而不是数量。 她们进化中的遗传利益更看重的是 胎儿能否发育完全, 生下来之后能否健康成活。 总的来说, 在没有任何法律、道德约束的原始社会, 男人女人们都心照不宣地遵守这样的潜规则。 男人们不断寻找更多的性伴侣, 争取留下更多的后代, 女人们则希望自己生下来的孩子能够成活, 健康成长。 然而, 为自己和幼儿提供食物和照顾。 这个假设在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戴维巴斯所著的 《进化心理学》艺术当中也曾经提到, 人类男性对于子女的投资非常巨大, 甘愿与野兽对质, 狩猎获得食物, 供养儿女。 这在所有灵长木动物当中是数一数二的。 在学界, 人类男性的这种行为被称之为公养假说。 那么女性是如何争取男性让他们心甘情愿为自己服务的呢? 女人们的身体进行了一系列的演化。 一些特征甚至保留至今, 而这个过程就叫做性选择。 性选择学说最早由达尔文提出, 简单来说就是某种性别的个体 在寻求配偶的时候, 如果他能够具备一些 比其他同性个体更富有性性力的特征, 就更容易获得配偶。 而这种特征也会随之保留下来。 在本书作者看来, 为了笼络异性资源, 人类发展出了一条非常特殊的演化路径。 女人的演变之一, 就是进化出了不确定的性高潮。 与男人每次都能获得高潮不同, 女人的高潮不知道会什么时候到来。 为什么女性高潮是不确定的呢? 行为科学家、 心理学家斯金娜发现的间歇强化理论 也许可以解释这一点。 她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让箱子里的小白鼠去按控制杆, 按到一定次数之后就给它食物。 她把这些小白鼠分成了两组, 一组白鼠可以有规律地得到食物, 另一组则是随机按下数次之后才能得到。 取消食物奖励之后, 那些随机得到食物的小鼠会坚持按杆更长的时间, 这种现象就被称之为间歇强化。 这意味着如果延长生物进行某种行为的时间, 无规律的奖赏反而会比有规律的奖励, 效果要好。 在作者看来, 正是因为女性获得高潮具有随机性, 才持续刺激她们与男性亲热, 让她们愿意为追求不确定的快感, 而不去考虑之后怀孕生子的痛苦。 不确定的性高潮, 在作者看来, 恰恰促使着女性更加乐意参与到人类的繁衍当中。 不仅如此, 女人在演化中还拥有了十颗隆起的胸部, 人类的近亲黑猩猩和大猩猩, 只有在哺乳的时候胸部才会隆起。 而在这一时期, 雄性猩猩对这样的雌猩猩是没有任何性方面的兴趣的, 因为它们没有办法受益。 而女人面对残酷的生活环境, 要求男人时刻都对自己保持兴趣, 以便让她为自己和孩子提供资源和照料。 因此呢, 最有力的进化选择就是掩盖住处在哺乳期的事实。 要么哺乳的时候和平常一样, 没有乳房, 要么任何时候都保持胸部隆起。 可是女性在哺乳期因为奶水充沛啊, 胸部自然会隆起, 没有办法和平常一样。 显然, 还是随时有一对隆起的乳房, 更容易进化出来。 这就像是一个容器可以盛满, 也可以空着, 但是如果没有容器, 要用奶水的时候就麻烦了。 女人在进化中还学会了隐藏起自己的排卵期, 雌猴在排卵期屁股会变得鲜猴, 从而向雄猴发出可以交配的信号。 而在排卵期之外, 雄猴就对刺猴没有兴趣了。 作者认为, 人类的女性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 慢慢隐藏起了自己的排卵期。 这样的结果是, 男人摸不准女性什么时候可以怀孕, 从而全年都愿意和女性翻眼后代。 而且, 如果排卵期是隐蔽的, 那么每个与女性亲密接触过的男人, 都可能相信自己是孩子的父亲, 孩子就可能同时获得几个男人的照料。 好了, 上面就是我们讲述的第一个要点。 在前父权之时期, 人类私生活主要围绕着性来展开。 受到遗传利益的驱动, 人类男性为了获得更多的后代, 更愿意与不同的女性交配。 人类女性呢, 则更重视后代能否成功存活。 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 女性为了吸引男性为自己和孩子提供食物和保护, 净化出不确定的性高潮, 来使自己更愿意参与性活动。 与此同时, 女性性化出了时刻保持隆起的乳房, 隐蔽了自己的排卵期, 以此表示自己可以怀孕, 来保持男性的关注。 上面我们一直在探讨前父权之时期, 人类的性本能。 不过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只凭着性吸引, 却毫无章法的交配行为, 已经不适合当时的社会发展了。 性在私生活中的位置, 逐渐让给了婚姻。 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第二个要点, 父权制的历史, 以及婚姻制度的发展。 距今250万年前, 也就是旧时期时代的早期, 学者们发现一些两性上的禁忌, 开始在人类社会中出现了。 最早的禁忌是婚集制, 也就是伴侣只能在同辈之间寻找, 不同的辈分的人不能在一起。 在这种婚集制限制下所生的子女, 体制要比之前没有禁忌的时候, 所生的子女要好得多。 慢慢地呢, 那些没有禁忌的群体就被自然淘汰了。 接下来的婚姻制度就是族外婚。 旧时期时代的晚期, 也就是距今4.5万年前左右, 人类从生活实践当中意识到, 相近血缘的男女结合会对后代产生极大的危害。 于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结合, 也被禁止了。 男性只能找不同血缘的女性进行婚配。 就这样, 原始族群逐渐分化, 产生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 我们把这样的单位称之为士族公社。 最早的士族公社是母系士族, 由女性担任着士族里的大家长。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农业, 弓箭也还没有发明出来, 食物主要来自女人采集的野果和植物的根茎。 男人们工具原始, 出去打猎也很难打到猎物, 所以地位不高。 女人们从不同血缘的其他士族找来男子一起生活, 不过那个时候既不必办手续, 也没有强制专一的要求。 这就是族外婚, 也被称为普纳路亚婚。 普纳路亚是下文音语, 意思是亲密的伙伴。 再往后呢, 一夫一妻制的雏形出现了, 也就是对偶婚。 在中世纪时代, 狩猎工具的进步, 让男人能够捕获到更多的猎物, 他们提供的食物增加了, 客观上也让男人们在族中更有地位了。 而再往后一点, 到了距今一万年前左右的新世纪时期, 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 学会了将植物种子种在地里, 简单进行耕种, 原始农业产生了。 同时人类也学会了将捕获的动物驯化圈养起来。 就这样啊, 食物来源呢, 渐渐地由采集发展到农业和畜牧业。 这种需要大量体力劳动的生产模式, 让男人挺至了腰板, 要求有自己固定的伴侣了。 这就是对偶婚。 简而言之, 就是指男女在一定时间内成为一对一的性伴侣, 而这种关系随时可以结束。 在这个时候啊, 粮食、牲畜等财产还都归整个母系氏族所有和继承, 氏族里的所有人拥有一份共同的财产。 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提高, 氏族内部还出现了剩余的财富。 财富的出现带来了贫富分化, 共同财产流落到一个个小家庭中去, 由此出现了原始的私有制。 我们现在无法确定私有制出现的时间和原因, 不过呢, 可以推测的是, 男人先天的体力优势促使他们渐渐成为了小家庭的主导者, 占有了家庭里的那部分财富。 私有制的出现是母系社会向父系转化的一个内部原因, 而在农业社会的外部, 永牧民族的父系财产继承概念, 深刻地冲击了母系社会。 下面我就给你解释一下这一点。 在几乎无法耕种的草原和高原地区, 永牧民族无法聚种耕田, 他们只需要几顶帐篷, 几匹马, 几只牛羊就可以随着水草的迁徙而独立生存。 这种生活方式, 使得男人拥有了和一个或几个女人单独相处的机会。 从而男人第一次可以确定 自己小社群中的孩子是自己的后代了。 而永牧民族所持有的财产, 像帐篷啊, 牛羊啊, 皮毛啊, 都具有异于清点, 数量明确的特征, 从而呢, 也就更便于传给子孙后代。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 在永牧民族当中就很容易形成一个小家庭的模式。 因此相比于农业社会, 永牧民族更容易采取父系财产继承的制度。 永牧民族与农业社会的交流促使了财产继承制度的改变。 由于男人已经有了可以确认血缘关系的子女, 就越来越无法容忍自己大量的财产要归整个世族所有。 而要自己的子女继承财产, 就必须要改变原有的母系社会制度。 在这部分的论述当中, 作者参考了文化史学家李安·艾斯勒的名作《圣碑与剑》这本书中的理论。 《圣碑》通常被爱好和平的女神拿着, 象征母系社会。 剑是由牧民族手中的利剑, 代表着征服与权力, 也代表着父系社会。 当时突如其来的几次严寒, 让北欧的库尔干人入侵了东欧和南欧, 中亚草原的亚利安人征服了印度, 阿拉伯半岛的陕米特人, 一个分支占据了两河流域, 另一个分支占领了巴勒斯坦。 你可能听得有点晕哼,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只需要知道刚才提到的库尔干人, 亚利安人和陕米特人, 都是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 他们的每一次出击都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 原住民的母系社会文化逐渐被摧毁了, 权而代之的就是以父亲血缘为继承财产标准的, 父权之社会。 就这样, 人类社会的圣碑让位给了利剑。 父权之社会建立之后, 男人运用了许多方法来逐渐满善一夫一妻之, 人类面对私生活心口不一的情况也出现了, 几乎所有的古代法律都专注于控制人的私生活, 最早有关于性的成文法, 来自于苏米尔人的乌尔纳姆法典。 当时的法律第七条规定, 已婚妇女如果勾引别的男人, 就要被判处死刑, 和他通奸的男人则由父女的丈夫处置。 男人在经济制度上也开始动起了手脚, 为了保证妻子的真解, 女人们一出生就处于父亲的看管下, 无法学习记忆外出谋生, 也没有继承父亲财产的权利, 只能依附于自己的父亲和丈夫而生存。 哪怕是在十九世纪初的英国, 一个女人仍然不能继承父亲的财产, 这在许多文学作品当中都有体现, 比如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 贝内特夫人为什么那么盼望着 把女主人公伊丽莎白 嫁给贝内特先生的侄子科斯林呢? 就是因为女儿们无权继承父亲的财产, 一旦贝内特先生去世, 家产将全都由这位远房的侄子继承。 在经事上, 父亲制社会诞生的宗教和道德标准 时刻提醒着女人真杰的重要性。 婚前失真和离婚再嫁都是不体面的, 守寡一辈子反而会获得官方的表彰。 就这样, 女人们的身体和头脑渐渐被禁锢起来, 从而亦夫亦妻制的家庭制度得到了保障。 这一切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 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所说的那样。 他说, 母系社会被推翻, 是女性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权柄, 而妻子则被贬低, 被奴役, 变成了丈夫淫欲的奴隶, 变成了生孩子的简单工具。 好了, 以上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二个要点, 父权制的产生过程伴随着婚姻制度的变化。 人类最初无禁忌地杂交聚居, 为了后代子孙的健康而设立了婚集制, 禁止不同辈人之间的性交往。 随着历史的发展, 母系社会中盛行族外婚, 女子从别的氏族里找来男子一起生活。 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呢, 又使得男子的地位提高, 开始出现了单一性关系的队友婚。 最终因为私有制的出现和游牧民族对农业社会的冲击, 产生了父权制以及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模式。 为了巩固一夫一妻制, 父权社会运用法律、经济和道德的手段, 限制女性的自由。 下面呢, 我们就进入今天最后一个要点, 我们来看一看在后父权制时代, 女性如何摆脱旧制度对私生活的质固, 婚姻如何开始发生了质变。 女性私生活的解放, 首先要从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开始, 虽然关于女性解放的话题很早就已经出现了, 不过真正能够引发整个社会的舆论讨论的, 还要从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开始。 那个时候, 欧洲的资产阶级和市民阶级逐渐壮大, 为了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发起了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运动。 那个时候人们认为, 追求爱情最能够体现自由、平等的精神。 而女性作为组成爱情的一分子, 当然也要同样自由、平等。 哲学家罗素在他的《婚姻与家庭》一书当中回忆, 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英国女权主义者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拥护者。 这位英国的女作家所写的《女权的辩护》 可以称得上是最早的女权主义作品。 到了19世纪晚期, 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认为, 女性在法律和政治上都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 瑞典、芬兰和美国西部的一些州 开始给予女性投票权。 1882年, 英国通过了《已婚妇女财产法案》, 给予了女性合法拥有自己财产的权利。 渐渐地, 许多西方国家都通过了类似的法案。 20世纪60年代, 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西方国家普遍缺乏男性劳动力, 女性终于有机会走出家门进入工厂了。 在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 女性也普遍获得了经济独立的机会, 在经济地位上, 终于可以与男性走到同一个水平线上。 经济地位的平等给女性带来的是情感生活的独立, 她们不必在因为经济无法自主的缘故而被迫结婚, 而可以与自己理想的另一半自由发展恋爱关系。 避孕产品的出现, 给予了女性更多的自由空间。 20世纪60年代, 口服避孕药的发明和上市, 让人们进一步获得了身心的解放。 性解放运动开始了。 这个时候, 女人们的诉求从要求获得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 转移到了争取身体的自主权上。 女权组织要求女性拥有避孕权和堕胎权。 直到1973年, 美国最高法院才容许堕胎权受到宪法的保障。 科学理性的性知识也在这个时候被大量普及。 这样看来, 在1999年, 著名的杂志《经济学人》把口服避孕药 列为20世纪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项重大发明之一, 其实一点也不为过。 如今虽然准确来说, 我们依然是属于父权之主导的文明之中, 但是人类对于私生活的认知已经进入了后父权时期。 以丈夫作为一家之主的婚姻模式, 未必会适应当下以及未来社会的需求。 在私生活方面, 现代人已经开始了新的探索, 而方式主要有两种, 就是同居和单身。 西方社会的同居模式和中国的同居有所不同。 在中国, 情侣往往会在结婚之前会住在一起, 用来了解彼此, 把同居关系作为结婚的考验期。 而在西方社会, 同居并不是婚姻的铺垫, 而是一种可以长时间保持的两性关系。 调查数据显示, 在英国, 只有五分之三的同居关系以后会转为婚姻, 而当有了孩子之后呢, 女性和同居伙伴结婚的意愿, 竟然还下降了60%。 还有女性选择了更激进的方式, 那就是保持单身。 而保持单身并不代表就没有后代。 在2000年, 美国的一项调查发现, 有43%的美国成年人单独生活。 而在所有的单身母亲当中, 有41%的单亲妈妈既不是离婚或者丧偶, 而是未婚状态。 在福利制度完善的发达国家, 哪怕没有结婚和共同抚养孩子的同居伙伴, 孩子也可以获得身份和政府的补贴成长。 女人们从此既可以保留自己喜爱的工作, 也能拥有自己的孩子,享受母子亲情。 总的来说, 如今一纸婚书提供的保障不再像以往那么吸引人了。 以前只有在传统婚姻里才能获得的性和孩子, 如今同居或者单身也都可以得到。 那么人类未来的两性关系会从父权制走向哪里呢? 20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罗素, 在他的《婚姻与家庭》这本书里指出, 人类的文明史主要是一部父权渐渐衰落的历史。 而本书的作者也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他只是大胆地猜想, 随着观念的开放、社会制度的满散、 新的科技成果的出现, 未来保持同居和单身的人没准会越来越多。 没准孩子的亲生父亲不再是家庭的领导者, 而是以母亲和孩子作为核心。 家庭中可能既可以包含孩子的亲生父亲, 也可以包含母亲的同居伙伴。 总而言之, 未来人类的家庭模式可能会越来越多元化。 说到这里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三个要点。 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 女性开始要求自由与平等, 西方国家逐渐从法律上保障女性的社会地位。 经济独立和避孕产品的发明, 使得女性开始摆脱财产和生育的禁锢。 在后父权时期, 相比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 人们开始偏向于保持同居和单身关系。 随着观念和科技的进步, 以父权制为主导的家庭会越来越少, 将会有更多我们难以想象的新的私生活模式出现。 说到这儿, 今天的内容就聊得差不多了。 下面呢, 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今天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我们说到了在前妇权时期, 人类在原始社会的两性规则。 男人为了留下更多的后代, 喜欢追逐不同的女人, 而女人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存活下来。 为了哺育幼儿, 女人的身体因为性选择变得更加充满诱惑, 以此吸引男性。 然后我们说到了妇权制产生的历史过程, 以及人类婚姻的演变历程。 在蒙媚时期, 人类最初毫无禁忌, 后来为了遗传利益设置婚极致禁止乱论。 在母系社会, 初期实行族外婚, 女性与不同血缘的男性居住在女方氏族里, 财产归大家所有。 后来产生了短期保持单一性关系的队友婚。 在私有财产出现之后, 氏族分化为小家庭, 由于战争和生产方式的变化, 男人的地位逐步提高, 最后妇权只出现了, 建立起了一夫一妻制的妇权家庭。 为了保障一夫一妻的制度, 女人被剥夺了政治和经济地位, 从思想上也完全从属于男人。 最后呢, 我们回顾了女性争取自由平等的过程。 资产阶级的兴起带来了思想的解放, 法律保障和经济地位的提升, 让女性拥有了追求自由的机会。 病运产品的发明引发性解放运动, 女人从此拥有了对自己身体处置的权利。 当今社会, 人们的两性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夫一妻制家庭不再是所有人的选择, 在制度与科技的变更下, 未来两性之间可能会变得更加包容。 相信你听到这里, 可能已经颠覆了头脑里一些本来认为的, 是理所当然的现象。 要知道, 个人的私生活不仅取决于自己的意愿, 而是被许多因素劫持着的, 小到个人的家庭观念、 社会地位、文化程度, 大到国家的法律制度、 经济发展模式乃至人类文明的进程。 如今我们头脑里大多数关于爱情与婚姻的概念, 正是来自于父权制文明的潜移谋划。 听过这本书, 你会发现, 人类的婚姻并不是自然出现的, 一夫一妻制也不是自古如此, 爱情不一定是结婚的前提, 父权制的社会也更不是理所应当的。 在了解了这些之后, 你也可以试着在感性的基础上, 用更加理性的眼光去看待男女情爱的问题, 或许会对于爱情与婚姻有不同的理解。 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全部内容,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